好同学们 那么关于集合相关的知识点啊 我们现在呢已经全部讲解完成 那现在啊我们针对集合的知识点 做一个整体回顾 那么首先我们想一下 集合的重点知识点 无非是不是就是如何创建集合 集合的特点是什么 以及常见操作 那老师先问啊 创建集合有数据的怎么创建 哎 是不是可以一个大括号 然后里边逗号隔开各个数据 或者set小括号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好那么当然 无数据的集合只能怎么创建呢 空集合只能通过set小括号创建 为什么不能用大括号一个空去创建呢 因为一个空的大括号用来创建 哎非常好字典 那么集合是一个无序的数据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不支持下标操作 并且集合是不是还是一个可变类型 且有去重功能 对不对 好那么再有就是关于常见操作 在常见操作这里啊 老师列重点就是增加数据的 add和update update是不是用来增加的是一个序列数据 add是不是用来增加的是一个单一数据 删除的话呢 remove和discard分别用来删除指定数据 但是如果数据不存在 remove报错 discard不报错 好了那么这就是关于我们集合当中一些重要的知识点 咱们做一个整体回顾 那么之后呢 老师把咱们的视频啊 稍微暂停一下 咱们来看到的 我们来看看